2017年進入倒數計時 想跨年民眾要注意了 因為新一波冷氣團將選在跨年夜來報到 31號東北季風增強 甚至有可能它對我們的冷的影響 會到達大陸冷氣團的程度 但這段時間 隨著冷空氣的南下 各地夜裡清晨的溫度會低 說到冷空氣南下 跨年當天北部地區將下探14度 中南部地區也有14到16度低溫出現 東部地區相對溫暖最低溫17到18度 不過東部會有一波水氣較厚 恐怕會影響曙光視線 東地區的機會是比較少一些 雲亮都會下雨 中南部地區看到機會 如果就有天氣來說是最高的 甚至北部地區的機會也是在升高中 今年全台冷得不明顯 根據氣象局資料距離上次寒流報道 已經是2016年1月23號 台北出現7.3度 打破了台灣67年來 全年無寒流的驚人記錄 這麼長期的資料看起來 應該最主要的因素 還是整個全球暖化的背景 在影響我們的溫度 讓我們低溫的日子越來越少 2017恐怕真的是暖冬 週三到週六冷空氣南下前 全台天氣相當溫暖 直到跨年夜溫度下降 預計外出跨年的民眾 要特別注意保暖工作 記者林維王朗宇 台北報導 在這裡有一個人的消息 是1900年夜溫度下降